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 我也觉得奇怪 这么多次做节目我都没碰上他 看出我的离间计了吧 知道你俩关系好 当年就是嘉辉介绍的 人道向着三年行 好久以前 因为他飞来飞去 我们偶尔会半夜聊天 半夜暧昧一下 但是嘉辉经常跟我说 三天不见梁文道 心里就是一片暗淡 基本上这页 他说一见到你 就觉得心里有光 所以假如你看 假如你看我的搜索引擎 Google 或者说微博什么 你看到我搜索的频率 第一个就是梁文道 第二个就是 出来的都是一些八卦绯闻 我跟他之间 那你就不懂搜索了 那我排行第二个 就是梁文道绯闻 梁文道绸闻 我看他有没有背叛我 然后就被我收到他背叛我 是是是这个文道 现在是人家越来越 这个修行路上 越走越歪了 完全走到斜派了 反正文道就是个日理万机的人 但是也多亏他呢 就是你看又做自己的事 又游历各国 所以我觉得特别倚重文道 他经常呢 我们我们这些土鳖不懂的事 他都能说出个所以然了 比如说今天 我觉得幸亏你来了 怎么了 因为我们要聊聊日本天皇 你可以看看照片 最近的大新闻了 天皇八十岁啊 发表 那是为什么 如果天皇都是前头前颈 这个姑娘这样的话 你主要就看我们的记者 她的注意力 在关键里面 文道啊 假如在泰国 你讲的是泰王的新闻 你要放这样的图片 你就不要 你这辈子就别去泰国了 第二天可能就坐牢了 好好 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摄影师的名字 看 这是天皇 他出席重大活动时候的样子 他这个就是说 动过两次手术了 觉得身体也慢慢不行了 你看 美智子 皇后和儿子 皇太子 然后你再看下边 当年美智子漂亮啊 你看 这是当年咱们 他们结婚 这个日本天皇了 日本天皇大婚的时候 是吧 所以娶谁都一样 怎么说 最后都是那样 结局 这是他主持大祭典的时候 他有时候穿上这么隆重的衣服 这真是个体力活啊 他就这种大祭典 有的时候需要端坐几个小时 不动 我原来我还说 我说这天皇能有多累啊 就是你都不是象征性的了吗 对吧 很忙的 象征性的很多 很多 还有种地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在里边有块300平米的一块地 这你看中国古代的这个周朝的时候 就有就是皇帝 他自己种地 对 什么模范天下 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你知道 我就说我怎么知道他累呢 我才 我这一查 我说他说 讲话当中流露出退位的暗示 因为他还不能直接说退位 因为呢 他日本 有法律问题了 现在宪法当年二战之后 规定这个天皇你不能干政 因此他要说我退位 那你都是对政治的一种干预 对 但是他流露出来 我身体不行了 怎么怎么着 然后呢 我说他这到底累在哪啊 原来他这一年呢 甭说几百个活动他都要参加 甚至于我听了我真不羡慕 你就知道过去说他当皇帝 哎呦 每天就是每年这几个大的祭祀 大典 甚至到每天凌晨都有祭拜 你想象咱这睡懒觉的 每天哪 这么大岁数人穿着穿着 跪跪就要祭拜 每天就分几个时辰 我的天哪 你说哎 过去有句话叫 国之大事在肆与荣 在祭祀与战争 你看二战的时候 以日本天皇的名义发动的战争 那个时候就是在在荣了 对吧 结果二战呢 把他这项权力给他撸了 那么他还剩下一个 就是他主要就是祭祀 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各种各样的祭祀 对 不几吧 他还好几百个几百个组织的名誉会 是 因为他象征嘛 那名誉会长你想一下几百个组织啊 每一个组织一年开两次会 那表示什么 表示你这每两天要去名誉会长来 讲个话 不要说蹲着用站的用坐的你都累 所以不止是祭的 对 而且呢 他这个寺啊 也是一个日本天皇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他这阵子这些消息出来 可能比较他跟英女皇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太不一样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 太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就第一 英女王呢 他是理论上叫做英国国教之首 就圣公会之首 但其实呢 他是不管事了 他的身份就是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 他到底是基督信仰嘛 基督信仰像圣公会 神就在天上 耶和华在天上 大家是他在 顶多教会是在地上的代理 而这个代理呢 英女皇的那个国家宗教的元首的 之首的名义 也只是真的是个名义 那日常圣公会的事物 是交给主教管理 像坎特伯雷大主教 但天皇不一样 天皇 他是正儿八经的一个宗教领袖 他这个 他这个四为什么那么多 是因为他是宗教领袖 他不是一般的宗教领袖 全世界没有像他这样的宗教领袖 为什么 因为他是神 他是所谓的 当然现在日本已经放弃这个讲法 就那时候伊藤博文 他们把他叫做育人神 就是他是活生生的在人间的神 但是即便今天不讲这个 从神道教 日本那个宗教角度来看 他还是神 因为他是天造大神的直接的子孙 一直传到现在 他那个神话的说法是这样 所以他当然有一大量的 一大堆的那种祭祀上的 他不能不做 这是他的责任 因为他讲到神 我们知道他已经讲了人间宣言 他放弃了 他放弃 我不是神 所以你说的那些是责任 对一个八十多岁的人 不管他是神还是人还是什么东西 要这样去法 当然会非常累 太累了 而且一个说法是说 他透过这个有一点 不能说是威胁了 可是有一点表态来对抗 安倍 安倍 日本的右翼 那这样看对方怎么样接招 其实这个也给英女王带来压力 假如他真的会退位的话 因为英女王也传了好久 说他要不要退位 他的王子最惨了 亲王 一直在等 等到自己都离婚都快离了两次 两次还是三次 偷情偷了无数次 还没得当王帝 对 就是所以没正事干 就只能干到这个 后来绝业 就是英女王害他的 但英女王跟日本天皇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 就是英女王 其实 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子 以为是没有政治权利 那是错误的想法 日本天皇 在日本那个宪法里面写 他是真真正正 没有参政干政的权利 没有完全没有 他是个象征 英国不是 英国所有首相 现在这个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他第一次 他第一个见到的首相 是丘吉尔 他是从丘吉尔的年到 干到现在 他经历过二十多个首相 每个礼拜二 他都要跟这个首相 要私下会谈 谈国政 从丘吉尔以来 一直到现在 刚刚上台那个文翠三 都要跟他来谈 到底这二十多个首相 跟他谈了些什么 没有人知道 从来不讲 每个首相退位也都不说 但他起码要谈 第二 英国的这个女王 他其实名义上 他是能够做很多事的 比如说 首相的任命 是他能任命 宣布这个国会的解散 这些他都能做 但是只不过 现在英国讲不成文法 是不成文法 跟惯例底下 他被限制 他不做 他自己局限 但是假如有一天 英国来了个疯子 皇国王 他真干 就他利用那个法律 控制 我就真的来任命首相 特朗普去当英国国王 特朗普 有天生了个特朗普 这样的儿子出来的话 那会怎么办 其实没人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英国国民 对英女王的感情 和日本国民 对日本天皇的感情 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现在英国国民 那英国有很多 这个也是很奇怪 英国有很多共和派 共和派是主张废除王室的 但是相对于共和派 我觉得英国现在大概 我去年看一个数字 七成多 都还是认为 应该保留这个体制 而且他们对英女王也好 一直到现在最新一代 那个小娃娃威廉王子 都很喜欢 就他们还是有比较强的感情认同 天皇很怪 日本几乎没有共和派 没有共和派 没人说要废除 但是大家对他 也没那么强烈感情 尤其年轻一代 不再也不是二在那时候 动不动就说什么 要为天皇 要死 要怎么样 没有了 基本上现在日本人 对天皇感情 是很淡漠 很淡漠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极右翼 我发现这真叫台轿子 我现在 当然咱们完全对 这个日本天皇我是不了解 但是我就从他这个发表的这个讲话里边 我自理行间 我隐约感觉到 他恐怕认为他自己是人 而且他就觉得 而且他对 他对这个 当然是他还是生物学家 对 他对战争 有他自己的深刻反省 就是相比起现在这个安倍 他们这波就极右翼的 他们喜欢台天皇 这次他的一些讲话里的一些措辞 很有意思 你看他老实讲 我是个象征行为 但是呢 一些很微妙的措辞 安倍喜欢把他当成是国家主权的代表 的代表 你知道吗 他不想接这个帽子 对 他自己觉得 这就是一个象征 对 就是他并没有把自己觉得是个神 他也不能接 要接 要收法 因为第一个他自己找着 我们就说 对 人间宣言 他已经说了 我不是神 我是象征 那宪法也不是 所以因为假如那些手上要这样做 因为可以操纵他 假如他有权 我操纵这个人就行 对 而且所以安倍为什么他们就想修宪 修宪其实就牵涉到 看他们想修哪些 因为他们甚至还有一些右翼 比安倍走得更远的 直接想修的那个线条 法条的部分 就是关于天皇的位置的问题 那假如是这样的话 你比如说假设 他们接下来就修掉第九条 第九条 就是他们可以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利 那将来你发动战争的民意 同时你又说是要以天皇名义发出的话 那就加到这个人身上 所以现在这个天皇 他并不想成为那样的一个位置上的人 所以他这一次 为什么大家很多人认为 他是有政治表态的用意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如果他们日本这帮人真的修宪 要把这个天皇变成是一个 实质的国家主权的元首 像英国那么办的话 你马上又会出现第二个问题 第二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还叫不叫天皇 什么意思呢 因为天皇是目前全世界 所有国家元首之中 唯一一个保留皇 这个词的 你就英文翻译叫Emperor 皇帝 你英国女王是叫女王 是叫Queen 那如果他接下来是王子间 那就是King 不是Emperor 我们中国一般都觉得国王跟皇帝 好像没什么分别 分别非常大 分别非常大 尤其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谈的话 就从欧洲历史角度来看 欧洲所有历史上叫皇帝的都是什么人 都是自认为自己继承罗马帝国的人 才能叫皇帝 所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叫皇帝 俄罗斯为什么呢 他的皇帝叫沙皇 他是认为自己也继承了罗马 他叫第三罗马 然后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那个人 那个苏丹 为什么也叫自己皇帝 因为他攻克了伊斯坦布尔 继承的是东罗马帝国 OK 所以这些都能叫理所大 当然就是说我们继承的都是罗马 所以他们叫皇帝 那么在欧洲所有其他国家 都叫自己是国王王后 只有少数例外 就算是大英帝国 大英帝国这个国号 其实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就维多利亚女王那几十年 才叫大英帝国 为什么他叫帝国 因为他那时候的元首 维多利亚女王是女皇 他是皇帝 他为什么又可以是皇帝呢 那是因为他们吞并了印度 而印度他们的说法是印度是继承了默沃尔帝国 由于他继承了默沃尔帝国的地位 所以他也能叫empress 也是女皇帝了 等于是 所以叫皇帝还是不叫皇帝 是有讲究的 那这个讲究是能够体现出来的 体现在呢 比如说有国际圣大场合 排名 谁先出场 那就是皇帝先过国王 哪怕是一个非洲小国的 都是 都是皇帝先于国王 这按照欧洲以前的那个皇室传统这样 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教宗 因为教宗是拥有皇帝权威的 所以我们也叫教皇 所以我们也叫教皇嘛 但是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 所以他那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国际的一个规则 当然现在各国主 各个主权国家的领受都已经是平等了 但是这在过去是有讲究的 而谁如果今天还叫自己做皇帝 那人家就会觉得你好像很把自己 当成高于其他人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我也感觉出来怪不得他们就说这个日语啊 就以这个晦涩模糊这个文明 就他一个话呀 你有时候你得费解他讲的 他有些你看你包括他天皇 这都也是翻成中文的 天皇作为象征的同时 为了扮演国民统和的象征这一角色 我感到天皇向国民就天皇这一象征立场 谋求理解之外 也有必要深刻思考自身的应有状态 他这个有意思的你知道吗 但是咱们谁都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他有很多暗示 可能翻译的不好吧 所以我刚听文道讲了一大堆 我就最大感觉是说广东话比较好 广东话皇跟王是一样一样 就一样翻译 所以不用麻烦 那我们那个老顶 老顶这些老大这些了 有人打这样比喻了 Emperor就是那个CEO 然后King就是地区经理 就在里翻了一些英文的资料 他是打这样的比喻 可是假如他退位的话 当然现在讨论说能不能退位 怎么样退位收线等等 还有牵挟到谁来接位 对退位之后他叫什么 这个将来也是要讨论的 没有还有还有谁来谁来接位 有可能 他太子没有儿子 他们在担心下一步 因为他的是二儿子有儿子 那就接下来就说 如果他因为他两个儿子 就二儿子那个亲王生了个儿子 但是他的长子生下来的却是女儿 就再也生不出儿子 他们怕又出现一个女皇帝 而且现在新的那个那个 现在还是不行的 不行的 是不行的 有些人曾经提出过 就是说这个天皇将来继位 能不能是女的 结果马上就给拍下去了 就是说我们绝不能够接受一个女性 以前有吗 以前八个女皇帝 历史上有过 对有八个女皇帝 可是他们又不能解套 因为很简单嘛 离婚再娶就行嘛 对不起你生不出儿子 我们离了 然后再娶一个就行了嘛 这是一个方法 合法的方法 不是开玩笑 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做 听说这个王子妃就为这个生孩子 有精神问题 忧郁症 那更多了 更多了一个离婚的理由 对不起你忧郁症 你疯了 你疯了 生不出儿子 还疯了 当年别忘记 忘记这个天王 现在的皇帝 天王四大天王 天皇 天皇 广正话 天皇 他当时也是担心的 他老八也是这样生 生了女儿 大家都担心没有儿子 然后到最后生了 他出来那一天 日本举国欢腾 股市大涨了百分之十五 大家说 哎呀终于生了一个太子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这个皇帝 皇帝的老八一样嘛 也是那时候 他的祖父也是一直 谁大政 对 他的那个那个太太生不出来嘛 后来他就这样解决方法 没有离婚 那个年代 不离婚是干嘛 造非病嘛 造另外生了嘛 生一个 造小三生嘛 不是小三 小三 许晋 他们现在可以三七四千吗 对他们的家 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行了 所以我才 日本普通公民嘛 受这个规定 受这个管理 不能娶几个老婆 不能 现在不行 中国土豪都不如 还叫什么黄啊 你别说 当然是不如 他们整个皇室的 每一年的生活经费是多少 真的比不上一个土豪 只有一个一的美金 你别以为好多 一个一美金才八一港币七一多 整个皇室来花了 其实除了下来真的比不上那个王思聪啊 有钱 怪不得你自己种地呢 但是我觉得你说这生 他一般来说啊 说两千六百多年 万事一系 没有王朝更迭的 一直就是这样 这个生 就好像我第一次听 我说这没断过 没断过根 其实呢 也有一些记载表明 他实际上是断过 对 还曾经出现过南北两个天皇 对吧 历史上 对 是 而且那个所谓两千六百年前五百年多半是瞎掰的 就那千五百年就是所谓的 他两千六百年的算法是从神武天皇算起 但从神武天皇之后 大概有几十个天皇都是属于神话人物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说这个现在这个DNA啊 就是天皇的这个祖先 的确跟一般的这个日本国民呢 或者这个这个日本这个土地上的主要的这个 这个就今天最多的人的遗传呢 不太一样 因为好像是来自于古老的一个什么种族 跟韩国关系比较密切 一般都认为 因为日本古代文明最受韩国影响 其实 所以日本直到今天他们玩古董啊 他们很喜欢有个词 你去看日本的古董店啊 你们觉得他会叫古美术对不对 对 然后特别强调高丽 高丽古美术 特别强调高丽古美术 他们深受韩国影响 包括他们的宫中的仪式 他们的雅跃 也都是受韩国影响 但这个受韩国影响 当然也就是从中国在间接过去 那这又牵涉到天皇家族另一个问题 就天皇家族太多秘密 现在不能公开 这个宫内厅全部都把持着 你包括像天皇陵 我们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天皇陵 你现在看到天皇陵 不是像个大钥匙孔一样的 对 那种很大的 好多好多这样的天皇陵 都是被封的 考古学家都不能进去 对 就考古学家讲了好久 让人进去挖一挖 不要挖 他这个是一直保守很多秘密 很多人就怀疑 就是因为他们是韩国人的关系 我也听过这种说法 听说还有人就说申请 就说这个皇族的这个DNA 给我们研究 据说他这个宫内厅 还是宫内所 当然不是 非常神秘 他们还 因为不只是高丽 他们自己本身 我们知道 乱伦 乱七八糟 很多女皇帝 都是嫁给哥哥了 对 乱伦好 乱伦血统从政 这古代有很多王朝 就不止日本 很多国家的王朝 都强调乱伦 就乱伦 对他们来讲 是保护 保证家族 血统存政的方法 你不咋 你不咋咋外人 乱伦 怎么就存政了 你乱伦还不存政 你比如说 你们兄妹俩结婚 那你就不娶外人了 就没有外人血统进来 那血统就存政了 那你血统就存政了 想成乱搞了 乱伦就是乱伦 乱伦的时候 你血统存政 那你畸形儿啊 出来的 那个年代没有 没有这个概念 英国王室那个血有病 那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纯粹就是 他们家族 他们这个 温莎家族的问题 那个年代没有这种概念嘛 而且那个年代 你可以乱伦嘛 好啊 我伸一个 出来智商有问题 再伸再伸再伸 总会有一个好的 他们没有那个概念 说我乱伦伦出来 小孩会有 身体会有障碍 反正要保证 肥水不留别人田 所以有时候你咱们讲啊 历史上 我们要是缺乏这个历史知识的话 会觉得很这个匪夷所思 比如说什么 赃唐 仇悍呢 什么的 咱就说这个唐玄宗啊 哎呀 把儿媳妇给办了 不就给抢了 你说这个 武则天也是 跟老爸的女人 最后呢 就又跟儿子睡一块去了 这都是皇宫之类 皇族 你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 文化状况 又是一个什么 那唐朝不一样 就李唐 他们是比较 不是那么汉 汉化的一个社会嘛 对不对 但是日本的这个制度 的确是很特别 就那种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你知道我从他这个讲话里啊 我就想到日本人 他也算是日本人的一个代表 我觉得这像是一个 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员 发表的讲话 而且其中充满了敬业精神 你就明显觉得 这个日本天皇 他的那种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服务员 他扮演一个象征 然后呢 他就如何如何 就发自内心的要成敬 甚至就是说 他要求他自己啊 每天跟国民要祈祷 用国民保持内在感觉的一致 这就某种神道的这种 心理的这种东西 因为他 而且他这个所谓的心灵要一致 是因为其实日本人 很讲究感痛嘛 至成感痛 对他们很讲究感痛嘛 包括比如说他们拜一棵树 也觉得能够体会树的心嘛 他们认为万物有心嘛 对 而天皇其实 当然现在就像嘉辉刚才讲了 自从人间宣言都觉得不是神了 但其实他继承的那个位置 他的祭祀传统都再三的提醒 那是个神的一个位置 他当然要负担起 就是让全国民的心 怎么维系在一起 你看他 他很奇怪 日本天皇没有姓 你知道 他只有名证 没有姓 因为 有姓你就是人了 由于他是神 所以他不能有姓 所以他出国呢 那还好他不用护照 像他这种 元首出国嘛 但是比如说他家的 比如说他孙子 他的 他的亲戚 因为三代内都还是皇家嘛 那他这些人 他也都没有姓 也说也没有护照 那怎么办 每次出国要外务省 给他办一个特殊的一个通行证 然后拿着那个 要不然的话到了中国 在北京机场就给拦住了 而且就说犯了事啊 你查户口都找不着他 找不着他 我还不列入户籍制度里 我还以为可以凝时 给他们凝时用的信 我给你信 马明人 为什么还是要外务省 给他一个证 外务省就赐一个信 对 没有我倒希望他们修法 出现一个女皇帝 所以那女天王 不好 那个那个王太子的老婆 多漂亮 其实一个国家呀 你现在看来 有一个不变的一个东西啊 好像还是挺有危机的 有个不变的一个不变的事啊 有个不变的事啊